终于放假了,这下更新能正常了 反正中秋假节期间一天三更是能保证的 本期视频,咱们先来看植物测评 冬青骑士,冷却时间10秒,阳光消耗150 公斤博士,点击冬青骑士后获得准薪 再点击场内任意位置,冬青骑士便会发射小冬青 对约2x1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 冬青在发射小冬青后,需要经过4秒才能重新被选中 发射的小冬青可以击退范围内的非飞行类小体型僵尸两格 冬青骑士拥有三个小冬青 冬青和小冬青都会以两秒一次的频率 对接近自身前方或后方一格内的僵尸,造成伤害 攻击属性物理攻击,生命值变化 本体3400,4500,6000,7500,9000 小冬青800,1200,1600,2300 一阶基础攻击力20以下,15以下,270 二阶攻击力上升至30,22.5,405 攻击范围向上下各扩张一格 三阶攻击力上升至40,30,504 小冬青落下后击退僵尸三格 四阶攻击力上升至50,37.5,675 重置时100,释放大招 五阶攻击力上升至60,60,810 大招效果,立刻向全屏随机发射4枚小冬青 并恢复所有的小冬青数目 专门效果,使冬青骑士发射的小冬青带电 小冬青可以对攻击的僵尸造成一秒的麻痹效果 主要获取途径,键尸礼物,键尸夺宝 充值油理,团购,水晶商店等等 小冬青在无尽中,通关后如果人在地图上 下一关的时候那些土中的小冬青 就会从土中钻出完全是贴土的样子 如果被僵尸啃食一下,立马就恢复了 小冬青可以和树根交换位置 同样的,小冬青也可以被波罗蜜树根隐藏 发射出去的小冬青如果在以下三种地形中 都不会落地存在 海盗港湾不见了 天空之城不见了 巨浪沙滩不见了 不过在海面上如果有连夜 那么小冬青就能存活下来 冬青骑士可以往其他植物头上发射小冬青 能够造成伤害和击退效果 如果小冬青被啃食损伤 那么旧的小冬青就会被新的代替 植物总结 冬青的获取也不算难 沾沾水晶就能获得 不过目前刷新过去了 一株算是攻守兼备的植物 血量虽然不算低 但更接近于控制植物 特别是装扮大招的控制效果 更是出类拔萃 母阶冬青没有质的提升 同时因为是百分百大招 生治世界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比较适用惨重大法 建议想升级东青的 世界比较划算 关于东青骑士 咱们就聊到这里 万无皆可受评 我是小刹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